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有请 是一位阿姨 您好 您好 是一位就您好 您好 阿姨 来 不用客气 您请坐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 怎么称呼 您从哪儿来 我叫刘爱卿 从陕西一爱来 我九年六十四岁了 六十四岁了 您今天来是找 我找我的爹娘 我和我的爹娘已经失散了五十八年了 小时候我和我爹娘是三口指甲 爹娘穿个黑色的上衣 灰色的裤子 我娘就俩个麻烦辫子 长长的 很年轻 小时候我们家很穷 住着是一个小草房 映下雨四面都漏水 蒙前有一个小河 小河上有个小木桥 爸爸不管是哪里回来 正常把我抱起 这要要一圈 我一把就挠到背上 有一次吧 爹把门推开 来来 快看 爹给你拿什么好吃的 我跑起来 爹我一亮 跌在汗茎里头拿出了一个烤烧红薯 他给我我就吃 吃个 她说慢一点 才我也找 吃完他拿汗茎把我的嘴擦里 把我的头发这样不拉也不拉 就把我的额头上蹦清一口 就这样蹦清一口 这样的日子 时间也不长 我们那里就遭灾了 一晚上 蝗虫把庄家吃得光光的 蝗虫灾 所有农民连一点粮食都就戒不到 从一点粮的了 还能度一段时间 如果不从粮的了 就有着 孩子们破衣就走了 您家当时存粮了吗 我家不存粮还最后 还过了一段时间 有时要我在桥头那儿玩 玩得我饿了 我就赶快跑回吧 娘 我饿了 有吃都没有 娘就摇了摇头 她的眼泪就 我吓掉了 我就一把把她抱住 我就直到没吃到 我又抬起头来看娘还哭着呢 我就说 娘 我不太饿了 到了晚上呢 爹回来了 爹说是 我们也不能等着饿死 我们也要走了 第二天呢 我见娘 就 锁着一个口袋 把那口袋里头锁出来的包裹面 出了点包裹后 我们有人喝了 她给我喝了抽的 最后又把水倒了 又熬了熬 吸他们两个喝了 娘就把碗呀 鼻子呀 衣服呀 全部就 弄在个大篮筐里头了 到了晚上呢 爹就说 大篮筐里头一面放着东西 一面就带着我 叫我睡见客 就带着别带嘛 就走了 一边装着东西 一边装着你 就带着别带就走了 往哪儿走啊 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走 他们就走了 最后呢 头一眼我睁开以后 他们已经到了甘肃了 走到甘肃一个蒙古包 在那蒙古包呢 我们就住到那里了 过了好几天吧 爹娘就跟那里当地的一个女人 开了一个布鞋铺 我调皮 经常爱动 爹就不让我在鞋铺来 就让我在包里头住 有一次我跟小朋友们玩 跑到鞋铺门口 我站在一个角落 我就说 爹娘 爹就出来了 把我身上的头拍了一拍 把我这样头发留里 他就把我拖进去了 从那以后 我就经常在鞋铺去 有一次本地阿姨在吃饭 我说我爹娘怎么不吃饭了 那个阿姨就说 你爹娘一天只吃一顿饭 为什么一天只吃一顿饭呀 他们不吃饭 一天只吃一顿饭 吃他 接上他的奶呀米呀 就给我拿回来叫我吃 每天早上我睡起来 那就有点羊奶 我就知道爹是很疼我 很爱我的 他们晚上有时间加班 回来都晚嘛 回来把鼻子掩一掩 走在我的床前 就亲一亲 娘就这样抱一抱 我都能绝脱 爹娘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最深刻的就是 爹在我额头上亲一亲 娘就这样抱一抱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吧 爹就回来说 人家在招工 说咱们招工那里 可能生活比咱还要好一点 他就带上我走 再走到兰州火车站 爹就我还放铺盖的时候 说你们娘们两个在这儿就等着 我买火车票坑 我就等呀等呀 等了好久爹都不来 我饿得也满就受不了了 那时候我娘就在这儿 我就腿拔着 娘我饿了 娘我饿了 娘也没有动态 我就走了 我把火车再跑出去 又跑了一道街 跑出了火车站 进了一个小巷子 就兰州的一个小巷子 你为什么要跑出去当时 我要找吃的我饿了 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等这里一会儿 过了一个老婆 他陪着一个垃圾车 他把垃圾倒在那个袜上 我赶快跑得磕 包呀包 自包的两个莲花杯羹 就这么大大一个莲花杯羹 我就一把石器就这样擦了一擦 把皮啃了一啃 那吃得上也甜甜的好吃嘛 吃了两个莲花杯羹 以后呢 我迷了路了 就不知道怎么回火车站了 哦 不知道了 走了一会儿 过来一个警察 他就把我带着 上了车 到了那个孤儿院 到了孤儿院 我在车里孤儿了 我一直好 好了三前三夜 订了一个小姐姐 站在我刚才说 不要好了 外面出去 有个小朋友玩 那个小姐姐就把我这样搂了 这一瞬间 我就想起我妈了 那个小姐姐把我这么一搂 我就想着我妈妈经常搂我 这不是妈妈的味道 妈妈经常抱我 我有时间 在一个角落里也在哭 可是接到人了 我就这样 就不哭了 那时候我小 我没有女儿 我心里就想 等我长大了 一定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让我的父亲经常请我 过了两三天了 说找奶奶来 说叫我这她的房子来 我就看来说 你的父母找到了 当时一听见这个消息 说父母找到了 特别高兴 那天真的一个叔叔来了 把我带到他们家 第二天我们就登了火车 那时候那个叔叔就说 你以后不叫唐耿兰了 你就叫刘爱情 我说为什么 我叫唐耿兰了 为什么叫我刘爱情 当时你已经意识到了 其实这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是那个叔叔把你送到了一个收养家 就是收养的 那就是说明你爹娘其实没找到 没找到 我就从这样一起 我现在没有能力 我长大以后 肯定要找我亲生父母 我八岁上去了 十一上养父就去世了 我就想 这养父一死以后 家里的作用肯定要我干 我们那里带水 水可紧张了 从早上八点钟开始排队 一直排到那 到晚上十二点都有了 我就想了个办法 那就是一两点起个带水 夜里一两点起来 我没有带过水嘛 带子长 我仍然长得低 就把带子给嚼了一圈 地有不好走 还有个啃啃娃娃的 那天晚上也不知道 带了几回 终于把钢给带满了 第二天 杨母起来说 你带水来了 我说 哦 她连看都没有看过我 我心里特别难受 就这样 我十四岁的那年 局委会就成了一个洗沙队 我就报名又泡着洗沙 一直盖 盖到我二十一岁那里 我又害病了 麦醒来为严 杨母给我拜了一碗半疙瘩 半疙瘩啊 我说 那天起来 把这碗半疙瘩吃了 就肚子不太疼了 她看着我疼得 就一出一出的 把我这样扶起来 扶起来 我就觉得 好像是 我妈妈在 活着我一样 到了难受的时候 最小的就是我的爹 他能 强我 爱我 我就哭 然后那时候说 什么疼得厉害吗 我说是 要吃的是几个主要 再 也洗不成沙了 烧不成斑了 挣不着钱 其实不是这样 我是想了 我的爹娘了 到了我22岁那年吧 人家给我介绍了 我现在的丈夫 我们就接了号 就生下了我的儿子 我就抱在怀里 看他的小手 小脸 我也就切了他的额头 一把死 一把尿 把他咬大 真是不容易 所以就特别体会 被爹娘把你丢了的 那个那种想念 那种想念 他是怎么爱我的 怎么亲我的 现在您还能回想起来 妈妈抱着您 爸爸在额头亲一下 那个感觉吗 我能记得 我还跟我的女儿说 我现在老了 就是昨天说的话 今天就不记得 可是小时候 我只要我记得 在爹娘隔绝的 现在就刻在我的脑子里面了 这么多年一直记着 一直记着 我的父母要是活着 现在也就是八十多了 八十多了 我想来想去 他们不晓得在是不在了 睡着了我就梦见 我爹说他在先 他就是那么年轻 我也就是那么 是个小女孩 他又请我 又抱我 把我又放在尖巴上 就这么一笑 醒来了 醒来以后是个梦 第二天了 我也就晚上没有睡好 也没有精神 丈夫问我 我也不吭声 说不行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你再找一回嘛 找 第一份就登了个人命日报 最后就给我寄回来了 把报纸还给您寄回来了 寄回来了 没有什么事 也没找着 没找到 几十年来 刘爱琴从未放弃寻找爹娘 无数次刊登的寻人起誓 也石沉大海 爹 娘 你们在哪儿 你们还记得甘篮子吗 还记得曾无数次亲我 抱我吗 还记得当年亲手 给我缝衣做鞋吗 你还记得他们 怎么给你做鞋的吗 做的鞋都是方扣鞋 带带 方扣鞋 拍带带 那里的人都说 我穿得很好 我原来也没有借过 他怎样做 可是在门市看 那也可辛苦了 那个加班 我定一家 才拿底了吗 都是手工做的 对吧 都是手工 底子都是手工做的 先拿底 然后呢 我娘就做帮子 做帮子 那个阿姨呢 就弄手子嘛 拿个调子 弄手子嘛 可是我的鞋一破了 她就给我拿一双鞋脚 那是一个温暖的鞋 爸爸妈妈给做的 爸爸妈妈做的 您刚才还说 这么些年 您一直没忘了的 就是妈妈给您的拥抱 爸爸给您的额头上 亲一下 她就把我 头发撩一撩 过去 我也是 我这娘这样 我亲大的 那这样 刘阿姨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爱心寻人团 怎么帮您找爹娘的 好吗 来 有请 刘爱琴大姐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您在等着我 容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 想要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 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么根据您的描述 您还记得自己的原名 是叫唐公兰 父亲是叫唐主年 而母亲的姓名 记不清楚了 您是在六岁左右的时候 和父母在 南中火车站附近走散了 另外您还记得小的时候 家的前边是一条小河 而家住的是一个草房子 母亲常年梳着两条大辫子 父母是以作协为生 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 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 为您展开寻找 我们接到任务后 立刻在等着我官网 和宝贝回家寻资网 进行帖子比对 经过查找 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疑似的帖子 帖子中提到 这家人姓唐 曾经在兰州火车站 丢失过一个女儿 女儿属杨 是1955年出生 丢失时大概10岁左右 与刘爱琴大姐的情况非常相似 为了继一步核实 我们立即联系警方 为其进行指导采写入库 我们接到任务后 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 仔细收集线索 进行整理比例 同时为其进行指导采写 并且第一时间将该许样数据 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 第一应该数据库 进行加班加点的比例 那么经过警方和志愿者的 多方寻找 他们究竟是不是 您要找的家人呢 加油 等着我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您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我也原来是我爹娘的宝贝 可是最后来 我就成了一根草 爹娘 那时候你们坚持抱抱我 拒绝我 今天我要把你们抱一抱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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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事 不挤 咱慢点啊 咱慢点啊 不着急 不着急 看 看台阶 老父亲不着急 小心脚底下 慢点 还有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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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快踹上 来 快踹上 没看那么快 好美 合适 合适 嗯 嗯 好不好 换好 穿好 好不好 把它系上 把它系上 把它穿好 来 正合适 一点都不差 七月我们是在哪儿找到老父亲的 我们是在甘肃省武威市民情县找到的 刘大姐 我知道您现在最关心什么问题 您是想问妈妈在哪儿 是不是 是 我要告诉您 是 妈妈还健在 妈妈在呢 是 哎哟 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太好 另外听说您找到了 妈妈特别特别激动 然后她不能来到北京 她让叔叔把您带回家 对 她让叔叔把您带回家 她在家里等着您呢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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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姐 我得跟您讲啊 母亲八十四岁了 当年呢 您丢了之后 妈妈特别特别着急 妈妈当时是怀着孕的 但是因为打击太大了 然后妈妈就一下流产了 而且后来爸爸妈妈 就再也没有过孩子 所以你是家里 唯一的一个女儿 刘大姐 你这鞋穿得特别舒服 对不对 所以我要给您看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里 您就能看到妈妈了 咱们看看 好不好 看看妈妈什么样子 看这老房子 您认识吗 还记得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奔向你 看着你的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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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老师 这段视频太让人感动了 我的父母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今生今世 我想很多像我这样没有父母的人 都不会再有亲自己父母额头的机会了 也没有再拥抱父母的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看完这段视频的天底下的儿女们 为像这样的老父母 有机会回去亲亲父母 您的孩子是不是来到现在 来了 儿子和女儿 那就一块上来见见好吗 来一块上来 这是您的外孙子和外孙女 现在是四世同堂 几年之后就五世同堂了 对 我们最后再把最后热烈的掌声送给您 这条通往家的小路 刘爱琴想了大半辈子 终于在花甲之年 回到了娘的怀抱里 她决定留在爹娘身边 好好陪伴他们 弥补错过的半生时光